各位下午好 今天是星期五 也是这一周的最后个交易日 今天是9月23号 当地新加坡时间是12点25分 那昨天的行情主要是集中在外汇市场 主要是因为呢 央行很多央行都做了动作 就是从星期三开始 美国央行调高利率之后呢 就陆陆续续很多央行的都有想要跟进 主要是昨天呢 瑞士银行呢 是第一次调高利息75个基点 这个是他15年来第一次调高利息 所以变成呢 这个也是震撼 对外汇市场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再来主要的是因为呢 日本央行昨天没有对他的利息有做调整 可是呢 他有在外汇市场里面做干预 主要是空日币买美元 因为呢日币呢 这几个月里面 从这九个月里面跌到今年度的有超过百分之二十八 所以呢这样子的跌幅呢 是对日本呢是肯定会有影响 在昨天呢 超过一美元 日币超过145的时候呢 就开始看到日本亚行干预 然后呢市场有比较大的一个反应 接下来我跟大家做分析 到底呢这个美元呢 涨的力度是不是这样子就完了吗 OK我们再续续看 那我们先讲美国股市好了 道琼呢 昨天呢还是有一点反弹 可是那力度不是很高 昨天呢我们都知道 自从他星期三调高利息的时候呢 有大面的跌幅 那昨天呢我们看到行情的 这个是60分钟的一个图案 这个不是对不起 这个是这个是道琼 看到看到琼 道琼呢 昨天是避世的时候呢 继续的往下面走 就是他有基本上有一点反弹 可是他反弹力度不是很大 因为主要呢 他已经突破了主要的一个点 那等一下跟大家讲那个点在哪里 这个是3142点 那我都陆陆续续有跟大家分享 说这个点呢一突破的话呢 就是基本上呢 他整个六月中的反弹呢 几乎是到一个段落 所以应该是over了 我们看看他的日线图 日线图呢 我一路就很重视这个点 就是3143.9 OK 这个呢在昨天突破 而且呢 币市价呢在他这个价位以下呢 基本上呢 他原本呢 之前有一个两个绿色的框框 代表着他的反弹 就是说他反弹从 29,653点到34,281点 基本上呢 这个反弹是算是过去了 OK 接下来呢 他应该是往六月中的 那个最低价位 就是今年度的最低价位迈进 突破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高 一突破的话呢 就是说呢 接下来从下个月开始 就是说今年的最后一季呢 可能是继续的下滑 下滑到明年去 所以呢我们这个大智商呢 这个大盘的那个走向呢 非常非常清楚的 唯一没有突破 这个相比的话 道琼呢 那个敏感的价位呢 在S&P里面还没有突破 也应该很快了吧 OK 这个价位数是3721.5 OK 这个是这个系列的 我认为比较敏感的一个价位 一突破的话 我同样的会把这两个 绿色的框框也给删掉 证明呢 这个从六月中反弹到 4325点呢 基本是大概段落 市场要往他的原本的方向 继续的迈进 就是下滑 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们看到美国股市呢 大致上呢 是很不明朗很不明朗 那他应该会带动全球的股市 也走低 所以那这个呢 是我们要比较关注的 纳斯达呢 也同样的还没有突破呢 这个敏感点 这个敏感点就是 11322.8点 OK 这个点呢 很快应该 应该最迟下个礼拜吧 就是在月底 因为呢 我们只剩下 一个月 一个礼拜多 OK 一个礼拜就开始 这个九月份就到一个 到一个段落了 OK 那如果是他在九月底的时候呢 突破 而且这个九月底 B市价呢 如果是以月份来算呢 它是很低的话呢 它肯定会带动 接下来三个月 就是到年底 2022年的年底 那个走势 应该是走下滑的 那个面比较大一点点 OK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知道的 在亚洲盘呢 今天呢 我们看到 恒生指数继续的下滑 恒生指数 就是从昨天开始 就已经有这个现象 因为他突破了这个主要的点 就是18,235.5点 那所以变成呢 他今天继续的下滑 所以大致上呢 我认为恒生的那个 中长线的一个趋势呢 已经变成不明朗了 他肯定是要往下面走了 所以呢 接下来肯定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那上海中互指数呢 也是一样 今天呢 也有下滑 基本上在3,070点左右 那肯定会有一个 所谓的技术上的一个 可能会有一个支持点 OK 可是呢 如果是全球的股市 垮下来的话呢 那应该是很难维持 一个涨的一个趋势 所以呢 大致上呢 我认为 这个上海中互指数 就是包括大陆的一些全球 那个整个国家的那个股市呢 也应该要 会很有大 很大的压力 OK 要撑住会比较难 OK 日经指数呢 今天也是在继续下滑 今天没盘 今天没盘 OK 这个是昨天的 是26,955点 也是这个系列的最低点 OK 那应该是未往26,700点左右迈进 既然他已经今天没有 没有更新的话 应该是今天没盘 再来的话 我们看美元对于美元的走势吧 刚才起初又讲 昨天呢 因为呢 日本亚行在市场里面做干预 导致呢 美元大致上就下滑 我们看到 昨天这个行情来到 1.145.90 就开始碰到 日本亚行呢 大力的干预 OK 你看到这个行情 昨天会比较大的一个反应 那跌到什么位置呢 他一下子刷到1.40 总共掉了将近600个点 那因为这个将近146 OK 那将近600个点 一个跌幅 所以呢 每次日本亚行干预的话 应该会比较大的一个大症状 那我记忆里面 好像日本央行已经很久没有在外卫市场里面做干预 应该有20多年的吧 OK 所以这个也是他第一次在20多年里面 第一次在市场里面直接做干预 OK 那 他这个干预会导致美元的走势 这样子就走完了吗 我觉得可能性不高 OK 有可能的是 可能这个市场还会继续的下滑 OK 可能还会继续的下滑 可能如果这个是100%的话呢 我们可以预测 大概是会在什么价位 可能会找到一些技术上的一个支撑 我认为他的支撑点应该会在137到13 13550吗 对不起 所以呢 如果这个是以技术上的一个讲解的话 他这个如果变成三波浪型呢 应该目标是137 最最最基本137 然后呢 最最不理想的话就是13550 这个这个价位呢 肯定的 接下来要走的一个趋势 是还是有的 就是呢 肯定是这个刷下来的这个力度呢 肯定量 不是肯定 应该是还没走完 所以接下来如果是行情可以来到137135的话呢 基本上是一个做多买进的一个一个空间 所以呢 我很期待如果行情可以跌到这个位置的话 肯定是一个做多的一个机会 因为呢 大致上 原本理由美元涨的那个理由还存在 OK 而且呢 美国央行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他要把利息调高到4%以上 OK 所以呢 这个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变成了接下来的 到年底呢 可能 美国央行还是会继续的调高利息 而且调高利那个力度呢 会 还是跟目前75个基点的那个力度呢 肯定会有相比 OK 那英镑对美元呢 昨天呢 也是因为这个日本央行的干预 导致呢 他也昨天有比较大的一个动作 所以他大致上是一个反弹 可是反弹之后呢 接下来又下 就继续的滑下来呢 基本上呢 跟他这个反应呢 是基本上是到原点 所以变成呢 他基本上是很弱很弱的 欧元呢 也是一样 欧元呢 因为是这个日本央行的干预之后呢 他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弹 OK 反弹之后呢 你看行情到今天 今天中午为止呢 也是已经回来原点 所以变成他应该是没有什么力度 我们来看看贵金属 贵金属的话呢 我们看看这个现货黄金 黄金呢 现在目前呢 他现在不懂要走 要往哪里走 因为呢 如果是美元抢贵金属 应该是没办法涨 那昨天有美元下滑的现象 可是黄金的涨幅也不是很大 OK 相比的话 我们看美元对日币的 那个600点的那个跌幅呢 如果以这个推论的话 应该黄金昨天 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弹 可是他的反弹呢 相比的话 看起来也是不是很多 就大概20多块 OK 那么那个反弹 所以我觉得还是短期里面 他可能还会再盘 甚至还会再继续的跌 OK 这个就是可能这个短期的一个走势 相反的话 那个乙银呢 这个是60分钟的那个图案 乙银呢 基本上呢 他从上个礼拜冲到20块呢 到目前呢 他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大的调整 继续的保持大概在19块左右的一个价位呢 所以变成他短期里面是比较有质证 因为全球的那个供应呢 银的供应基本上呢 是比较比较紧张 所以黄金投资跟银投资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黄金投资呢 是这样子 大家买了之后呢 应该是把它储存起来 所以他应该是还存在的 相反的银呢 因为他有工业上的一些用处 基本上呢 如果是银呢 基本上是被会消化掉了 OK 就是被那些企业或者是那个所谓的科技都有用到 就好像我们的那个口罩里面有小分的那个 小成分的那个银的一个成分 所以呢 他已经呢 他对医疗设备呢 他基本上是有用处的 在工业里面也有用处 所以基本上他会 易用的话 他可能就就就就就消失了 会变成他的他的他的供应呢 目前的是比较紧张 所以呢 他基本上是价格呢 会比黄金还要稳定 那石油呢 昨天还是没办法涨 是有点涨 可是呢 最近呢 他的他的力度 没有什么大的一个调整 OK 最近呢 我们看到行情呢 有来到81块7 OK 基本上我还是保持我的做多的一个空间 目前来讲 我只有这个仓位了 其余的 在那个美国央行调高利息之前的前两天 我就基本上是保持观看的一个一个态度 就是呢 短期里面没有很大的一个仓位 所以我要看看 这这个礼拜 主要的央行调整利息之后呢 他这个市场是怎么走势 应该是下个礼拜继续的在活跃的在市场里面看看你没有行情 短期里面我只有这个仓位就是做多话 那个石油 我们看看虚拟货币 虚拟货币昨天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弹 OK 比特币呢 昨天呢 有来到18,157块 这个不是昨天 这个应该是前天 这个是昨天对 昨天没错 来到18,157块 然后呢 就开始反弹 这个反弹呢 到最高呢 来到19,851块 基本上是有1400块的一个涨幅呢 但目前来讲呢 还是可能会 往这个价位 就是前一天的一个 大概2万块的一个水平呢 卖进 因为他这个 这个走速非常稳定 可能呢 还会继续的走高 如果我们做个简单的三波浪群的一个调整的话 我应该是会打到这边 OK 最基本2万块 OK 或者是2万 2万3百块 OK 这个空间 他的可能性是蛮大的 OK 以太坊呢 他目前来讲也是一个比较稳定 昨天呢 有来到1,218块 目前来讲 已经碰到 他最基本的一个目标 就是1,346块 可能还会继续的往 前一天的高价 就是1万4千块 卖进 可是呢 他上面空间 看起来也不是很大 除非这一波呢 比较猛 冲破 1,400块 跟目前来讲 看起来没有这个 这个可能性不是很高 比较可能性的 比较大的 这个就是Ripple 那昨天我都有跟他讲 这个Ripple呢 他主要是因为 因为他跟美国监管局在打官司 那目前市场的分析是因为他的这个官司 是很赢的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变成了他主要的大家都在买这个币 所以呢 你看他的走势到今天中午你看还跑得这么凶 应该是多几个小时应该会有答案了 所以大家都比较紧张 所以以他的价格的一个波动的一个走势来看 大家对他赢这个官司的那个这个Ripple 赢这个官司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比较明朗 他觉得应该有应该有打赢的胜算 OK导致呢他一路来你看他从这样子冲 已经冲了好几天了 你看这个呢就是三波浪型的一个可能性 如果这个三波浪型的话 肯定他不会再五五毛半 OK 他如果是有调整的话还会继续的冲 所以那变成长期来看呢 这个这个Ripple可能会带动整个虚拟货币 这个空间的那个涨幅 所以我们要注意看这个币 另外一个币呢比较有比较有可能性的 应该是Atom 我来看看Atom 这个币 这个币呢相反的话 他的涨幅呢是比较稳定 OK 你看他的这个45度 一般的话 如果你要看这个市场的力度 能不能保持长远的一个走势的话 如果这个行情是走高的话 你看他的力度如果是45度 一般45度的话 他的涨幅的那个趋势呢会比较稳定 相反的话如果他跌的话 跌的那个那个形状是45度下的话 他一般的话都会持续一段时间 对我来讲45度的一个涨幅跟跌幅呢 是会告诉我一些讯息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长期的会继续往那个方向走 那既然行情有有涨的一个趋势 最近呢我们看到他最高来的17块3 你看这个星期二的时候来到12块9毛1 那你看从那个60分钟图 你看看到他的涨幅还是继续非常稳定 OK 可能还会再继续的走高 最靠近的就是17号来到大概是17块 所以他往17块走的那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OK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旗的币的基本上是没什么大波动 OK OK 这个 这个是Axis Axis的话 我不懂他原本的理由是什么东西 可是你看他涨幅 有一点猛 所以变成短期里面呢 做短线还是可以考虑 可是那我要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个价位 OK 这个价位 这是目前的一个门槛 OK 13块两毛半 OK 这个价位如果可以突破的话 肯定它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理想的 一个空间 OK 其余的币我感觉没有什么大波动 你看这个 这个呢 也是要往这个价位迈进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已经差不多要到位了 就是9毛1 9毛半 9毛2的那个空间呢 所以呢 这个力度也是蛮高的 OK 以上波浪星的一个调整来来计算的话 它应该可能会往9毛2 9毛3的那个空间迈进 所以短线里面还是基本上呢 涨的可能性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就是基本上短线里面 加密货币这个空间可能大致上的都会以那个 Ripple带动走高 OK 好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为止 记得啦 我们星期天有8点新加坡时间呢 我有跟大家做分享全部的 我一般讲的那些金融产品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注册 来听一听 可是呢 这个是以英文版做主 上个礼拜我们讲了大概有两个小时 所以基本上那个互动也不错 就是很大 来听的人呢 都有发问 然后我一个一个帮大家解释 那些那些他们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OK 跟那些看法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注册来听一听 OK 好 拜拜